他来了他来了 都挺漂亮的 只是某些姐姐会稍显不自然 跟年轻时相比 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纳英今年53岁 是这一季姐姐中年龄最大的 但她的状态完全不输 比她年轻的女明星 纳英的脸部状态自然的刚刚好 不会特别紧张 也不会过于松垮 保养得不错 纳英现在会给人一种 气场很强的大姐大感觉 其实她年轻时 是有点婴儿肥的 虽然没有可爱的感觉 但不会给人凶的感觉 后来纳英退去婴儿肥 模样就跟现在差不多了 可以说这几十年 她的变化很小 但年纪越大凌厉的感觉 会越突出 杨玉莹今年49岁 如今她的脸怦怦的 但在饱满的脸上 却能看到法令纹和嘴角的细纹 年轻时的杨玉莹 有点婴儿肥 脸上虽然也是怦怦的 但那时候的脸 自然饱满 跟人为造出来的 烹感不一样 那时候的杨玉莹 可爱甜美 迷倒了不少男生 浪姐二历 黄晓明 和新来的音乐总监刘卓 都自爆年轻时的梦中情人 是她 这次浪姐二友 两位豪门破台参加 其中一位 是45岁的金乔乔 她整个人 看着很瘦 眼睛都有点凹陷了 但苹果肌却很烹 稍微有点奇怪 金乔乔23岁 演 西游记续集的时候 眼睛眉线在这么大 鼻梁也没有 如今具体 而更早之前 金乔乔的长相 其实是自然漂亮的 后来她为了变美 进行了微调 反而让她 失去了原本的美貌 另一位豪门太太 是42岁的胡静 如今的她 虽然脸部肌肤光滑无痕 但显然整张脸 过于紧绷了 尤其是额头 太饱满了 从前的胡静 也是一个美人 她拍笑装密使的时候 24岁 当时的脸部状态 是自然饱满 额头不会像现在那样 饱满到骨气 李慧珍今年44岁 台上的她 给人一种女王气场 李慧珍 21岁出道 但24岁 就查出患上了脑瘤 还好后来 撑过去了 如今一直靠吃药维持 这么多年过去 李慧珍的外貌 变了不少 如今的鼻头 变小了一点 鼻梁也高挺了许多 精细一对比 气质都不一样了 罗小青今年43岁 在其刘海 化妆 滤镜的三重加持下 她一点也不显老 罗小青年轻的时候 是可爱清纯的类型 16岁 就被江文看中 出演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李一个小角色 照片里的她 笑容灿烂 颜值比桃红还高 也许是为了保持住 年轻那种胶圆 蛋白满满的感觉 如今 左小青 也做了微调 让自己在43的年纪 依然有着蓬蓬的脸 只是再怎么蓬 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程丽莎 跟左小青 一样都是43岁 但程丽莎的脸 比较有肉感 程丽莎年轻时 就有着一张 肉嘟嘟的脸呢 如今人到中年 脸部肌肉 横向发展 她的脸变得 更肉不奇怪 程丽莎的精细对比 其实变化不算大 就是年轻时 会更瘦一些 41岁的董璇 在打光冲突的情况下 皮肤白皙 肌肤无瑕 非常好看 可当董璇坐在 没有专门打光的台下 观看别的姐姐表演时 她脸上缺点都暴露了 只能说她过分追求 蓬蓬脸的感觉了 想当初 董璇24岁入行 演雪花女神龙的时候 非常好看 清纯美丽又自然 后来高云祥出世 董璇出现在公众面前 一度非常憔悴 跟如今的蓬蓬脸 完全不一样 董洁今年40岁了 几年前她的颜值 有过滑铁卢 如今她仿佛颜值回春 在美颜绿镜下 年轻了很多 但如果打光没那么强的话 董洁的黑眼圈和眼纹 就会有一些明显 董洁的出道 做是20岁出演的电影 幸福时光 搭档赵本山 起点很高 她后续的发展也很好 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 曾是很多人 心中的白月光 那时的她眼睛大 笛子高挺 脸型小巧 颜值非常高 张博之今年也40岁了 她的状态 保持得很好 身材纤细 皮肤光滑 完全看不出 是已经生了三个娃的妈妈 以张博之现在的状态 和颜值 在一众姐姐中美貌 直排前面完全没问题 只是打光不足的情况下 她就会显露出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